近日我们拍到白宇、毛小彤与剧组工作人员聚餐 结束后只见白宇先行走出来 当天他身穿深色夹克 戴着口罩和帽子 出门以后几人在门口聊了几句 只见白宇指了指旁边的坐驾 似乎是想招呼好友一起离开 但他们并没有立即上车 而是在坐驾前继续等待 看好友手里还拿着相机 想必今天也是留下了不少合影 不过白宇也没多坐停留 很快就与一位男子前往另一坐驾 而在他上车后 毛小彤出现在门口 可以看到他身穿黑色外套 戴着粉色大口罩 在与门口的男子闲聊了几句后 他就伸手指了指不远处 大概是在询问自己应该坐哪辆车离开 看那位男子注意力转向别处 毛小彤也就匆匆告别 然后迅速上车离开 据悉白宇和毛小彤合作的新剧 不久前刚刚官宣杀青 那就期待早日看到两人的新作品吧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